5月17日晚,家住福建泉州的张女士就带着自己七个多月大的宝宝到一家母营店去游泳,不想,却出了意外。 监控显示,17日晚上7点10分左右,一名套着白色蓝点坐式游泳圈的宝宝,和另一名套着橙色游泳圈的宝宝,正在中型泳池内游泳,旁边只看到一名其他孩子的家长在与旁人聊天。 几秒钟后,白色游泳圈里的宝宝,也就是张女士的儿子,身体突然前倾栽入水中,双腿朝上,而头部及上半身翻入水中,但此时没有人发现宝宝溺水。 随后,溺水宝宝四肢不断挣扎,游泳圈从他身上脱落飘向一边,一名穿黑衣的工作人员才跑过来将宝宝抱起,整个溺水过程约有46秒。 见宝宝有了反应,等不及120救护车到来,张女士骑着电动车将孩子送到医院检查,索性孩子没有生命危险。